大家好 我是辩雷 距离华为被澳洲政府禁止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今年是2023年 然后最开始的 今年是在2018年发布的 我人在墨尔本嘛 然后今天打算去一家华为手机店 看一下现在华为在澳洲怎么样 那我们废话少说就走吧 那我现在就到这附近了 然后发现这边还有中国银行 然后这个楼好像国内啊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商场了 然后刚才大概看了一下 感觉这边好像国内的商场 就真的好多商店也差不多 然后就本土化了嘛 然后亚洲人挺多的 然后现在刚才去看了一下 那个Information的那个机器 然后找到了华为店现在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往那边出发 把这边切换一下 这有家 这有家HM 这个在国内不是进了吗 百度上找不到 地图上搜不到 这边还是可以的 那我现在又变身成这个样子 然后拍一下地图上视角的感觉 好我们现在快到了 应该不远了 好这就到了 你好 你好 我们可以帮您的吗 什么 我们可以帮您的吗 好想看一下手机 比如说P 这个P40现在还有卖 这个P50 现在这些手机都能用那个谷歌套装吗 谷歌套装吗 谷歌套装 就是谷歌还可以用吗 这些 谷歌插件 好 好 嘎嘎好用 好 嘎嘎好用 有你这些话就行 行 那我想了解这些了 好 谢谢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不客气 马上了 到时候 哎 这个 现在也解决了一下这个疑问 这个摄像头带着我好热 然后也就是说那看样可以用 就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虽然是我担心之前没有跟你们讲 但是我的担心就是说在这边不可以用怎么办 我现在一看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买啊 如果觉得这个好的话就可以买了 等期视频就这样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走在这边我感觉你不会英语也没有问题 因为好多都是亚洲人 应该说好多都是中国人 持有 持有中国 身份的 PR的 中国人 就生活还挺方便的 吃个午饭 然后说一下刚才逛了一下这个商场的新酒吧 就是同志化挺严重的 就是其实哪个商场跟国内的一样 国内的话也是很多商场你逛完之后 你会感觉都差不多 这个其实也有也是这样的 所以逛商场没啥意思 在这边 在这边 在这边